大家好,上次的短片我教过了 如果有有心人想拍一些教学的短片去帮人的话 只需要600多元买器材就足够了 也在上次的短片我提过了 第二条短片我就会教大家 如果想拍一些类似我这种在白板上 写下你们教学内容 如果你想用这个教学模式,拍片模式的话 我这条片就会教大家 怎样用相机 而相机上面有几个setting 有几个设定 当你如果懂得用这几个设定的话 那你的画质我觉得会相对好些 逐个说,第一件事就是Aperture,光圈 如果对于一些朋友或者一些同学 不知道什么叫光圈的话 其实你可以幻想相机的光圈 就等于你人眼的瞳孔 当你在室外很光的时候 正宗52点太阳很光的时候 你的瞳孔就会自动收拾 这个是人本身的机制 如果在晚上的时候 没有什么光,黑暗一点的时候 你的瞳孔就会相对放大 目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你的瞳孔放大一点 你就会多点光入到你的眼睛 在你的视网膜上面 你看东西就会更清楚 而这个光圈的性质也是一样 如果你的光圈放大一点的话 自然就会多一点光 入到你的相机 去到你的感觉 如果一个光圈小一点 收窄一点的话 自然光穿透到这个光圈 就自然少了 整体来说 将相片或者短片就会暗了 好了,但是光圈这件事 还有一件事很神奇 就是会影响你 无论是拍照或者拍片 所谓的景深 Depth of Field 意思是什么呢? 我马上展示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先试试这个光圈 是5的时候 如果高达 现在放在这个位置 你看到是对焦的 就是换言之 看高达是清楚的 如果高达慢慢移近 慢慢移近 去到相机 大约1尺位外 你看到都是相对清楚 是不是? 好了,今次呢 我们又转一转光圈了 将光圈加大 去到2这个数值 高达现在在白板上面 应该是清晰的 即是对焦的 当高达又慢慢移近相机的时候 你看到慢慢越来越矛 去到大约1尺位的时候 高达应该是矛了 好了,那你应该就了解了 这个光圈 对于这个景深有影响了 说来做什么呢? 就是因为 有时我想拍片 我想它focus 即对焦 在白板之余 对焦我的身都相对清楚 换言之 光圈就不要设得太大 我通常设的光圈 就是大约5.6 即不会像刚才的高达 移到1尺前面 那时候是2 那我就不设这么大 我通常5点多 OK? 好了,那之后我想讲讲 这个shutter speed 中文就是快门 但你留意 我这个shutter speed 旁边写了这个frame rate 就是因为你的shutter speed 那个设定是什么呢? 其实都会影响了你的frame rate frame rate 就是意思你的相机 每一秒会拍多少个影像 OK? 那我立刻展示给大家看 快的frame rate 和慢的frame rate 的分别 好了,你看到我现在这个frame rate 这里写三十分一 换言之呢 其实呢 每一秒呢 就会有三十个frame 会有三十张影像 那我拍一次这条片给大家看 应该呢 你会见到呢 那个画面呢 是相对顺畅的 那你见到呢 如果我的高达呢 在白板上面一路动的时候呢 你不会见到 就是 特别疾肌啊 或者很不顺的情况 对吧 相对都叫顺 那我转头呢 就会拍一个frame rate 低很多 给大家看 你就有个对比了 那刚才呢 我就试过这个三十分一的快门 那个shutter speed 也都代表了frame rate 就是三十张 就是每秒会拍三十张照 OK 如果我将frame rate 今次转到十分一 OK 十分一 换言之呢 每秒呢 就是会拍十张照的 那你会见到呢 你将会见到呢 那条片呢 那个流畅度会差很多的了 那这里呢 左右就有个对比了 左边快门快一点 三十分一 而右边快门呢 就是慢一点 十分一 那你可以见到呢 左边是相对流畅 而右边呢 就真的抖一下抖一下了 如果frame rate 是低的话呢 那条片就很抖的了 那其实有个rule of thumb 就是呢 如果你想拍那条短片呢 是有25个frame per second 即每秒钟会有25个frame的话呢 刚才设计的那个shutter speed呢 其实是应该设计1除50的 不过因为我这些教学短片呢 就不是说涉及很多动作 所以我的frame rate 就不用很高都OK 那一般来说呢 就像我刚才的show给大家看 设计一下 shutter speed呢 是三十分一 换言之呢 就是那个frame rate 就是三十个frame per second 好了 现在就到说这个focus了 对焦了 那一般人呢 拍照呢 那很多时候都是冷冷的 就会用相机里面的那个autofocus 自动对焦的 那一般来说都OK的 就是自动对焦 还有 就是有时你在室外拍照 或者拍片呢 就是你想拍那个物件 动来动去呢 那你有时如果用manufocus 手动对焦呢 是很难搞的 那所以autofocus是没问题的 但对于拍我这些教学短片来说呢 我就希望呢 那相机呢 长期都是对着我这个白板 对焦 OK 那意思是什么呢 现在我这个 你看着这条片呢 那个设定呢 就是手动对焦的 我一早就设定了 对焦在白板上了 那所以呢 我个人动来动去 那相机就不会因为 它觉得我是一个主体 我动来动去 会影响了后面那些 字的清楚度 因为由头到尾呢 那个相机呢 那个相机呢 对焦都是在白板上面 是不是 你看我动来动去 我拿过高达 动来动去 是不是 后面那些字都是清楚的 是不是 因为一路呢 那个相机对焦都是在白板上面 所以那些字就很清晰了 好了 今次呢 我就不用这个手动对焦了 我用这个自动对焦 Auto Focus 那相机呢 就会尝试去估计呢 这个画面里面 就是你现在看着这个画面里面 哪一个是个主体 它就会把那个Focus 那个对焦呢 就在那个主体上了 问题就出现了 比如说我动来动去 带着高达动来动去 比如站在这里 或者动来动去 相机呢 很容易呢 就以为了高达 或者我的身体 就是主体 就会Focus在高达 或者我的身上 换言之呢 白板的字就会蒙了 因为它现在Focus在我 所以这个就是解释了 这个自动对焦 和手动对焦的分别了 在我的教学短片当中 我基本上 无时无刻都想个相机 是对焦在白板上 所以我就会用手动对焦 对焦在白板上面 好了 接着就讲这个白平衡了 这个白平衡的设定 就算设定不好的话 其实问题都不是很大的 但是我想讲一讲 首先什么叫白平衡 白平衡就是说 你的相机里面 你可以设定 你觉得现在的光源是什么 比如说你在家里面 你用那些乌丝灯淡 你用传统的灯淡 很多时候都是偏黄的颜色 相对如果你是用光管的 光管又白一点 或者你去了室外 一些太阳光 比如说是中午的太阳光 和你黄昏的太阳光都不同 所以在相机里面 有一个white balance 白平衡的设定 给你去说 现在原来是哪个类型的光线 当然相机有时就会方便大家 它会有一个设定 叫做Auto White Balance 即是它会自动去估计一下 现在用哪个白平衡的模式 是会令你拍照出来最自然的 但在我的情况就不同了 我的情况其实主要就是白板 我想白板够白 所以我就倾向说 相机你不要再乱估我的白色是什么 我设定是一个custom的white balance 一个自己设定的白平衡 我设定它之后 相机就不会再乱估 我告诉它 谁是白色就是白色 基本上我会设定白板就是白色 当然我虽然设定白板是白色 相机就不会再乱做事 但有时都会因为 譬如说我拍片的时间 可能是下午2点钟 又或者可能是下午5点钟 那我的房子是有阳光 由这个窗射进来 2点钟和5点钟的光射进来 那个白色都有少少不同 所以都会影响了 在相机拍片之后 这个白板的颜色是有多白 但这个绝对都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之后 把这条片放回iMovie的时候 我还有手脚可以做 我可以用iMovie 令白板的颜色变回白色 最后就讲一讲这个ISO感光度 现在对于大家用这个相机拍照 拍片的话 这个ISO对于你来说 可能纯粹就是 你的ISO设定大一点 把照片或者短片自然光一点 对于一些玩相机久一点的人来说 它以前可能用一些Phylm机 你出去买Phylm的时候 Phylm其实是有一个ISO 有一个数值的 比如你买一个Phylm 100 就代表它的感光度是100 如果你想买一个Phylm的感光度高一点 比如买到400的话 Phylm就自然贵很多了 但是对于你们现在来说 用数码相机 你又不需要 ISO提高一点 要给多些钱就不用了 以前是真的要的 OK 好了 这个ISO是什么呢 就好像刚才所说 当你的ISO的数值越大 将相片整体来说就会越光 或者你的短片整体来说就会越光 OK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ISO 相机会自动帮你做一些拆光 接着就会觉得 什么ISO的数值是最适合的 好了 问题就出现了 比如现在你看这条短片 我就是设定了Auto ISO 相机会自动感应光线 而去调节ISO的数值 你留意一下我衣服是不是很深色 如果我个人走近一点 相机会认为我是主体 他觉得我衣服那么深色 他就会把ISO调高 去加高 一加高的时候 你看一下后面的字 是不是好像爆光 比较难看到的字 是不是很明显 因为相机觉得不够光 我衣服很深色 他提高ISO 一提高ISO 后面的字就不清楚了 因为整块白板就爆光了 我退后 走开的时候 相机又调节了ISO 今次他就觉得画面已经很光 主要只有一块白板 这些字又清楚了 所以我就会教大家 不要让相机自己决定ISO是什么 我设定给他 好了 今次我就叫相机 不要帮我乱估一下ISO 我就设定了ISO640 为什么是640呢 其实在相机那里 当你一路设定不同的设定 你设定你的光圈 你的快门 以及你的ISO之后 他会告诉你 曝光 那个exposure 是什么 一般来说 你都想 那个exposure 大约在0 所以刚才我设定了ISO 在640之后 你就看到曝光 那个exposure 就到了0 即叫中性 所以现在我设定了ISO640的话 你看看我 如果好像我刚才这样做 我个人走迈来 OK 相机就算看到我的衣服 很深色 它都没有特别令到 那个ISO特别提高 是不是 所以我白板上面那些字 那个清楚度 是没有转过的 即是无论我个人 站后一点 站前一点 是不是 后面的字 是一样都是 曝光是一模一样 是不是 那些字一样是清楚 好了 一口气说了这五个不同的设定 也都解释了 他们的设定 对于画质有什么分别 现在你看这一条片 那个设定其实是什么呢 现在设定是什么呢 光圈就是5.6 相对就是一个 叫中间的光圈 不是太大的光圈 所以现在Focus 对焦 你见白板是清晰 我就算走近一点 相机 我拿着高达 应该都是相对清晰的 OK 相对如果光圈很大的话 就像我刚才那样 给大家看 我这个距离 高达应该已经很忙了 而那块门呢 我就设定了三十分一 换言之 那个frame rate 就是每秒钟 会有三十个frame 对焦 而对焦 一定是设定了手动对焦 menu focus 我就一早设定了对焦 在白板上 之后 就转它做手动对焦 令到相机 不会因为我走前 走后 而譬如我走前 相机就不会focus 在我身上 Focus 依然在白板上面 而这个白平衡 我就设定了 custom white balance 令到相机不要自己猜 什么是白色 最后就是这个ISO ISO 我设定了640 再一次说 当我设定了光圈是5.6 快门是三十分一之后 如果我设定ISO是640 相机就跟我说 这个曝光就是中性 就是exposure在0 如果大家觉得 我刚才教这几样东西有用的话 亦都对于我未来的短片 我应该会教大家 如何用iMovie 去做一些简单短片的剪接 如果你有兴趣 又想 当我upload那条新片的时候 你立刻会知道的话 就记住subscribe 和按下小铃铛 最重要是按下小铃铛的通知 如果你有朋友 对于我刚才教的东西 会有兴趣的话 就麻烦你share给你的朋友 最重要是按下小铃铛 这条短片到这里为止 多谢收看 拜拜